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,非常感谢您在帮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冬天,无论是老人,孩子们特别容易咳嗽、感冒。 九冬天的老郎中教我经常吃它,可以润肺又止咳。 孩子老人整个冬天都不再咳嗽、发烧、感冒了。 冬天的季节又寒冷又干燥。 我不太喜欢冬天的,而且空气质量比较差。 导致家里的老人、孩子经常咳嗽、感冒,而且好得比较慢,特别让人担忧。 老人小朋友们体质和年轻人不一样的,成年人咳嗽可以打针又吃药。 而小牌子老年人的体质比较弱,如果是用成年人的方法去治疗。 那对孩子老人都不利的,不过今年我再也不用担心了。 因为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治疗咳嗽、感冒的好方子。 这道食料方法真的是效果很给力大,趁两天就有效果大,效果立竿见影。 经常吃可以很好的只可化痰又清肺。 今天给大家详细地说一说这道食料方的制作方法,我们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。 我们先准备一颗白萝卜,刮去外皮。 白萝卜虽有小人生的美誉,样价值是比较高大。 老话说,冬吃萝卜下吃香,不用一身开药方。 冬天这个季节天气寒冷又干燥,可以多吃一些白萝卜。 吃白萝卜第一个好处,能够只可化痰。 当我们人体出现了咳嗽,痰多,不良的情况,可以把白萝卜切成薄片,放到锅里面煮一煮,加入冰糖。 煮好之后,我们直接喝水就可以了。 萝卜水可以降温,直接饮用,一天可以多喝几次,可以让痰多口的情况减少。 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,秋天的天气又干燥又寒冷,天气多变,容易引起感冒等多种疾病。 多吃白萝卜,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。 白萝卜里面还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C,微量元素C,也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力,提高抗病能力,并且能够降低血脂。 白萝卜中含有优导人体产生干扰素的多种微量元素。 长期服用新鲜的白萝卜汁,可以降低血脂,软化血管,稳定血压,预防惯性病等等。 并且吃白萝卜可以消食花肌,白萝卜煮水,可以促进人体的代谢。 再准备几颗马蹄,我们用小勺子挂一挂,去掉皮。 马蹄的外皮不好去除的,我们耐心一些,多挂一会儿,慢慢挂。 马蹄性干凉,可以清肺热,含有黏液剧,有生肌润肺化肠的作用,而且可以治疗肺热咳嗽等症状。 可以令尿通便,马蹄的粗纤维,能够促进肠园的蠕动,吸附体内有害的物质。 顺通肠道,化解便秘,达到令尿通便排毒的作用呢? 而且可以调节体内酸菌平衡人体里所含的糖。 蛋白质,脂肪,是属于大分子的物质,在人体当中很难被代谢掉。 马蹄中的零含量是,菌类水带中最高大,零元素可以促进人体发育。 糖脂肪蛋白质,三大物质代谢,调节酸碱平衡,并且能够预防流感。 经常用马蹄甘蔗进行煮水喝,有清热消炎,生肌止咳的功效。 食用于发热后,心烦口渴,低烧不退,预防流感。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,我们把生姜洗干净。 生姜可以趋寒暖胃,特别是寒暖冬天,可以多吃生姜,去除身体里面的寒气,垃圾毒素的。 生姜看似不起眼的厨房调味品,但是用件是比较高大,能够发热结表,趋风晒寒,适用于分寒感冒,以及肺寒引起的咳嗽。 并且生姜对脾胃虚寒者引起的胃胀、冷痛、呕吐,可以趋寒又开胃,止痛、止咳。 经常吃生姜,可以改善血液循环。 姜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氨基酸,有助于恢复和改善血液循环,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。 生姜可以防止动脑内脂肪沉积,降低心脏病和脑处中的风险,而且可以减轻经济不适。 再准备一把枸旗,我们把枸旗抓洗干净。 枸旗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。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,可以多吃一些枸旗。 枸旗含有的枸旗多糖。 枸旗多糖是一种很好的葡萄糖,可以增强免力,增加抵抗力。 枸旗含有胡萝卜素、维生素E、心急黄铜类等抗氧化的物质。 枸旗子可对抗自由基过氧化,减轻自由基氧化损伤, 有助于延缓衰老,延长寿命。 枸旗的腥味干瓶,终于认为能够刺补干肾, 一惊明目养血,增强人们的免力。 接下来帮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,倒入养生糊中。 接下来帮我们准备好的食材,倒入锅里面, 加入一千毫的清水,中小火能煮二十分钟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制作视频不容易, 请您分享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个点赞和支持都是我前面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焖煮好之后,再把枸旗倒入锅里面, 再焖煮两分钟就可以了。 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, 里面的食材是可以吃的。 这道滋补清飞热的食料汤, 喝起来口感微微的甜,微微的辣, 比较好喝的。 这只喝了两到三天的时间, 口温正让全部都好转了, 一点痰都没有, 并且能够预防感冒, 预防流感的。 特别冬天的天气寒冷, 经常喝一喝, 暖心暖胃又暖身, 很舒服的, 可以滋补身体。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,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。 好了,家人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, 订阅我的频道。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 和您分享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